她62岁 才华横溢 我喜欢摄影 旅游 喜欢声乐 喜欢朗诵 我尤其喜欢烹饪 热爱美食的她 频频在厨艺大赛得奖 我做的美食呢 大家都说好吃 她70岁 外表儒雅 善良孝顺 她的真情讲述感动全场 我觉得这个鲜色 我都有点激动 我有点烧不下去 他们四年前都曾来过选择现场 但都擦身而过 同样的人生经历 能否让他们碰撞出爱情的火花 如果说要给她打个分的话 可以是百分 不错 一百分啊 真不错 结局到底如何 敬请关注今晚的选择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选择 今天来到现场的是心理专家 王一老师 马剑老师 还有孙嘉一导演 欢迎三位老师 也欢迎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这一号女嘉宾啊 等了好长时间 这个编导说 你得快点 因为她扛了个东西挺沉的 我们来认识一下她啊 来 掌描有请 一号女嘉宾 您好 您扛的是这个呀 照相机您好 拿着这照相机 是准备给我们大家拍照吗 是 愿意给大家拍照 就王一老师说 最近瘦了好多 身材越发的苗条 就像刘章这个亮眼的做纪念 您就带着照相机来了 对对对 你带给的照啊 过来她就泡过来 我说王一老师 永远年轻健康 谢谢 不用拍个合影呗 行行行 没问题 1 2 3 您喜欢照相吗 喜欢 您自己有这个单反相机吗 没有 我都是普通的小人 可以 issez 好 改号 Int她 努力 斤 斩 斩 带 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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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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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您学多长时间画出来的呀 一年 抱歉啊 那个一号先生画头 您评价一下这幅画 给您带来的感受 我看挺好的就是 您说画好还是人好啊 画好 人呢 人也好 对一号女士的印象 您觉得她的性格是什么样 挺好的 很好 很好 那您有什么爱好吗 爱好就是旅游 摄影 那这不是和一号女士很相像吗 这个摄影水平 比人这女士差远了 就是爱好而已 对爱好 一号先生 这一笔摄影作品有点打贴糖骨 看来真的是没您专业 不过她说她也喜欢旅游 这个困境是有共同的爱好 对我也喜欢旅游 那您希望找一个什么类型的 年龄爱好都相近的 因为那个我们这种年龄都退休了 在一起的时间就多一些 多一些如果没有共同语言 可以共同爱好的话 就是绝对有点乏味 您说的年龄相仿是说62岁左右吗 还是说有个范围可以接受 比我大吧得63到70左右 性格呢有要求吗 大方开朗的 最起码就说的 她能欣赏我的优点 又能包容我的缺点 您的优点是什么 有点接受不了 这个是她的儿媳妇 你好 您是 您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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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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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怎么看待闪婚呢 这个问题我找的不算太好 您觉得不好 是不是有原因的 您认为多长时间结婚比较合适 怎么也得半年左右吧 半年左右 来抱歉 二号先生话筒 你好 刚才刚才女婶谈到了她这个闪婚的这段婚姻 您听后以后什么样的感受 闪婚那就是各方面的原因 这咱们没法说这是 反正要那闪婚的这个闪字就不好就是 二号女士您好 你好 您怎么看闪婚呢 您怎么看闪婚呢 我觉得好像闪婚是不太好 因为我也属于算算闪婚 您也是闪婚 多久结婚呢 认识五个月 没怎么太交往就结婚了 这个之后就发现有问题了 对 那如果现在再次步入婚姻 您希望多长时间的这个相处期 等到了解对方是什么样的性格的时候就可以了 那您认为这个时间最好是多久 怎么也得半年吧 现场的我们的单身男女 你们认为呢 我觉得这个不能用时间来衡量 关键是两个人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呢 他互相的了解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而且你看咱这位女士这个研究多深入啊 请问一下 关键还是要包容 互相能包容 女士请问一下您的这个婚姻状况和您的年龄 我六十多了 我退休了 但是现在还在上班 女士你也来过选择 您觉得这个接触多长时间走入婚姻比较合适 时间嘛是个定数 主要是在接触的过程当中 时间尽量长一点 现场都认为这个半年以上是比较好的 季伟老师怎么看这个中老年朋友的这个闪婚 或者是多长时间步入婚姻合适 我其实特别不赞成闪婚啊 因为我们说爱情这个元素 可能在两个人交往的过程中大概能持续到六个月左右 那么除了爱情这种我们这种刺激啊强烈的刺激以外 可能就是平淡的这种正常的情感交流 我觉得这个时候才是我们真正的婚姻 如果说比方说你闪婚的时候 那你肯定看到的对方都是好的 对方看到你也是好的 我们都会把自己的一些不好防御掉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看到的也是一片阳光灿烂 真正的生活不是这样 就是柴米油盐 还得遇到点事儿 什么事儿啊 家里一些磕磕蹦蹦的事情 你才可能了解对方如何处理的 所以我是极力不赞成中老年人闪婚 大家说的这个半年左右 我倒觉得任何事儿它有个量 有个质 我认为半年左右其实是可以考虑的 觉得可能我们理智的时候 或者没有碰到心爱的人出现的时候 就说了我半年呀 我一年呀 我了解清楚 但巴这个人出现了 也可能这个爱情一来临 就爱情中很多男人也好 女人也好 智商就低了一点 考虑的事情就没有那么多了 相爱很快就结婚了 因为我们这里确实有很多 很快就进入婚姻的 而且过得很幸福的中两年朋友 所以我觉得时间长短不重要 在于我们是否能够互相了解 而且结婚之后 是否把婚姻经营的好 这个可能是重重之重 接下来要上场的一号先生 不知道他会不会在今天陷入爱河 像他的这个邻居和这个儿媳妇所说的 喜欢你 来掌声有请一号男嘉宾 您好先生 大家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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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号男嘉宾杨炎正 七十岁北京人 丧偶 造纸厂退休 选择语录 我会把全部的爱奉献给我的老伴 朝夕相处 互敬互爱 先生一米六二点五 一米六 头发挺好 就高出一点五 是吧 先生头发真的是非常好 对特别漂亮的这个白色 其实按长相的话 有头发又挺好的 其实就不算是太老了 个儿太害了 你要是外体外形脸五官什么都算 如果都行的话 个儿矮点也可以 起码赞一样 女士 先生一上场 头发给我们的下很深的意见 身高确实像这个您智大姐说的 有可能个儿不太高 这两点您怎么看 外观啊 就是因为我那闪婚 就是因为跟那前夫有演员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就特别怕被演员迷惑自己 关键是人的品质和人的性格 您就怕被外表给迷惑了 对对 所以我不是太注重外表 我还是注重内在的 双方要求都不高 比较还合适还是 年龄 这段年龄比较合适 这样给看 啊 i don't wise i don't wise every morning you greet me small and white clean and bright your look happen to meet me 啊 啊 太好了 王大姐 你唱的太好了 哎呦呦 好久没有听到这种我也听不懂的歌了 我想给您来一份影 我们给您一份影 您帮我们照一下吧 来来行 帮您照一下 来来来 来 先生请您来拍一个 好 好 谢谢您 谢谢您 来来来 感谢 这是您老伴吧先生 离得有点近吧 俩人 是不是您觉得有点近 没事 挺好 挺好 没事 真没事 没事 朋友们有人关您了 不是 这要是那个孙老师的媳妇鞋都提起来了 不是 朋友 是 冰冷的 哎呦 这也没事 没事 没事 还要请王老师吃饭呢 还吃饭呢 啊 大叔他要吃饭 吃饭 赶紧吃饭呢 赶紧吃饭呢 你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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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 啊 赶紧吃饭都行 行 好人 那那我我我我就打招说一句来 能够生气了是吧 我证明您不爱我 都坐下来你 你也不拦着 不爱我 我要是和别的男士在一起照相 他同意给拍 我觉得 他是不在意我 他要和别的女士去照相 我也不行 我也受不了 我觉得好像这个人就有点太轻浮了 不把这个男女之间的关系太在意了不好 这是属于摸泥事 这是吧 这些都是演戏 你真的有这情况肯定 他不能照 他照不了 女方也不愿意 男方也不愿意 这个王女士 那也是领导啊 儿媳妇在您家现在是大领导啊 爸哪有时候还是我 我做单做 大事能做主 大事 小事女领导就是儿媳妇现在 对对对 女领导请讲话 请发言 什么领导啊 我爸其实这人真是 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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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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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咱们就 感谢观看 咱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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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期我看了 看了 她是笨的那个人来的 对 她这时候选择没成功 好像我从侧面听人家说过 是那女士好像 是不是您是外地退休的 完了以后工资批训是不是这意思 什么缘也不知道 这个您还记得这么清楚 我从侧面也是从情友团里都听批训 那就如果要问您呢 您会在意这个话题吗 我应该是不在意 因为我也是外地退休的 您也外地退休 对 您是哪儿人 我是北京人 不是 外地是 外地谁呢 女士是北京人插队到了谁 对 这是返程回来的 我这个老伴是北京的 老伴是参加人 结果我就进来了 这直到时候他就下车 我还没跟你说 我是唐山大帝这姓春泽 当时家人呢 我母亲是镇王 死了个小弟弟 那当年15岁 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 发生的唐山大地震 无疑是历史上空前惨烈的大浩劫之一 那天特别热 特别门热 阴天 下小雨 头一天的动物都是满街乱跑 那蛇都爬到墙上去了 谁也没有想到 种种异常的现象就是地震的前兆 他房子倒的时候砸进尘土 全都起来了 就是就会原子弹爆炸那种形状似的 我是从窗户里出来的 我是偷一个出来的 外边是压巧不少 我就在地上受一点伤 就是窗户 有啥那天热 开着房屋睡觉 把我这扎了一下 划破了一点 那要是大点东西呢 这直接够心脏来了 也是 说我是免刀一击 当时找这个爱人 和您这场经理也有关系是吗 我八五年到卫星 管家干历史工卫 那是户口没过来 结果是 讲上排队出来 当地截道 把这户口抓过来 我也没想到 说实实在 我还不愿意办出通口 结婚时候多大了 四十多了 就是是别人介绍认识的吗 征婚 征婚 他征的婚 他征的婚 我们得到的消失 我给他写信 他喜欢我这笔字 那您就是爱上他的是什么呢 经过一场结案 也没死了 想开了 咱们在外边的世界不好吗 是吧 出来转着转着 我觉得他这一辈子吧 就是说的付出挺多的 然后那个经历也挺苦的 我觉得他应该找一个 就是说最起码能理解他 而且那个欣赏他 这种高贵的品质的 然后那个两个人都很善良 很真诚 可以用人心换人心 这句话来形容 先生一聊 我们聊出了更多的话题的内容 包括照顾这个残疾的 下肢瘫痪的爱人那么多年 还要生孩子 带孩子 虽然先生是轻描淡写的两句话 想都能想到有多么的艰辛 比一般人是困难一点 又抱着又背着的 现在生活好起来了吧 现在吃饭玩乐 反正你看 平爬球 胎球 按摩椅 越来越时 好多项目 现在也在这儿来着 没什么太多负担了 没有 我们都不谈过去了 回到我们现实的舞台中 回到今天我们选择的主题 希望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老伴 那为了加强两位的这个互相了解啊 我们也做一个情境模拟吧 好吗 情境模拟是这样的啊 两个人是恋爱中的男女朋友 约着去餐厅吃饭 男士认为这西红柿有益 身体健康 对吧 这西红柿好东西 然后特地点了一道西红柿牛腩 然后呢 这个女士是最不爱吃的 就是酸性食物 一吃就胃反酸难受 那么男士会做何反应呢 好来准备开始啊 这先我一个酒房院的职员 我是咱们餐厅的服务员 这样 我们今天有一道特色菜 我们餐厅的 最好的就是这个西红柿牛腩了 而且今天特价便宜 五块钱一份 这么大碗 又便宜又十块好吃 您来一份吧 多来点 地方让大伙也尝尝 多来几份 是吧 行 那您看行吗 我吃酸的反酸 您吃不了酸的 女士说吃了酸的 吃不了酸的 那你还没有别的菜 那咱们能另找一下 您要是不爱吃酸的 那咱要不然炒个土豆丝 是吧 工作一下 但土丝可贵了 我们这西红柿牛腩 卖五元一份 土豆丝五百块钱一份 要不然咱们改一家 要不然咱们改一家 对不对 就是草原鸡百里就这么一家 就是这一家 对对对 然后而且今天我们就主推这个菜 咱俩土豆丝 土豆丝 两千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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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钱不不说 我觉得第一个呢 这个男士比较随和 他觉得 这人这个服务员推荐特色菜 那我们就尝尝吧 这一般随和的人才这样 小人的人就说 还有什么呀 然后第二个呢 当您说 哎呦这个有点酸 可能不太适合我 然后他又说了 有一个更贵的菜 但是先生呢 我觉得挺把气的 没关系 点 还有菜吗 没了 来吃两 是吧 他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第一个来讲 他就是挺坚决的 挺坚定的一个男性 同时呢 我觉得他可能对女性 可能有更多的这种尊重啊 可能更多的理解啊 或者更多的关爱 我觉得他是这样一个人 小小姐 请摸你啊 您对先生印象是怎样的 好像能够包容对方 那包容的体验 对您来说重要吗 重要 看来您现在对先生印象很不错啊 嗯 还行 还行 如果说要给他打个分的话 一百分为满分 您打多少分 可以是百分 不错这样 一百分啊 哎呦真不错 嗯 先生没上场之前啊 就很热情 我满意 就喜欢 上场之后 没发现您的热情 有多高涨啊 满两份还不满意啊 两份是因为爱是吗 一份是因为要吃饱 两份是因为爱 对 那经过这一轮的交流 您对女士现在依然非常满意 非常满意啊 那我们马上要进入最终选择阶段了啊 不知道今天的四位是否会选择成功 嗯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好吗 有请 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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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今天是哪位女士的亲友团 孙大姐 我们都见证了您的幸福 您今天也见证一下 最好咱们多几多成功的 好不好 我也是这么幸福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 一号男嘉宾掌声有请 新阳红 真不错先生 我刚才仔细看一下 在这个来回推的时候 气息要非常的有力 不要长 七个卡位 七个卡位 我们练习的时候可以吹两个小时 我就觉得这个需要气息 肺活量都得很好 我吹的这个是低音长号 长号三 那么他也比较费劲 比较费气 因为我本身是体育老师 教了三十年体育 退休以后要拿起这长号来 有一定的体力做基础 那您是文体不分家 对 一号男嘉宾傅宝全 六十七岁北京人 离异职业教师退休 关键词体操达人 这个长号或者其他的乐器 第一个基本功 首先都是长音 比如说 来 上等 上等 别浪费气 长音练习 来 来 来 生导 你是不会吹 你就哦哦哦 然后选着 看你那谁时间长 不用不用 他来啊就行了 咱看这个气息到底有多长啊 你这一步喘三下的 准备 开始 可以啊 老孙 不动不动 我经常觉得不错 这种感觉比较阳光 你拿是 老孙 拿是 肺活量不错嘛 还可以吧 就你的平板支撑一秒钟的水平 平板支撑我有点看法 咱们这个 因为我后来搞体育教学的 退休了以后呢 我注重于这个中老年的身体锻炼 我编排了很多这个叫做健身运力操 但是我并不反对做平板支撑 咱们在做平板支撑的同时 以后或者可以改一些我教的这个形体动作练习 他在家里头查鱼饭后 老少结疑 我跟你讲 先生啊 刚才我说谁是单身 哇 举起来好几位这个女士 咱们请几位女士跟您一起练一练 您教我们几招 太好了 好不好 天呀 先生您的号召力很强嘛 十二位女士都是单身吗 请问 您不是 只有一位不是单身的 这是我们这个男嘉宾上场 邀请女士上场共同表演 人数最多的一次 而且都是单身 有一位不是 所以您要去分析这个机会 您教他们的时候可以稍微侧头看看 哪个动作最好 一备 起 一 二 三 四 七关节 五 六 七 跟上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师老师做最大事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行 这年龄段这么满意 反正对身体不是特别好 嘴槽挺适合中老年的 活动肩肘 活动膝盖 挺好 选出两位您认为最优秀的学员 选为两位女士和两位男士行吗 男士就不选了 选一位男士不就两位吗 您就选两位女士吧 您和这个女士 选重的女士请留下 其他女士请下场 谢谢各位的配合 谢谢 刚才我没做这个运动肖 我就认真看哪个女士做得好来着 我发现您挑的不是做得最好的 是吗 您告诉我为什么选了这两位女士和您共同演示 我主要从那个身高的看的协调性 您是说第一印象吗 第一印象 对两位都很好 您想了解他们吗 如果要做女嘉宾的话 那应该是也想了解 想了解 来 两位女士都是单身对吗 简单介绍自己的情况好吧 我今年59 北京人 在北京银行退休 我叫张希 张女士对先生印象怎么样 还可以吧 来 这位女士 你也简单介绍自己的情况 我是55岁 现在退休了 我叫罗方 湖北人 我记得您是对吧 老家是湖北的 先生年龄上有点差距 您介意吗 有点 有点介意 也没关系 您是那个大姐是50小岁 什么叫大姐 我观察 人家是妹妹 小妹 小妹 这位女士 您下场休息一下 谢谢您 您着急走了 不跟先生聊会 不跟先生聊会 沐先生 我能明显为 刚才您选择的这两位 从第一印象 也就是咱们老说 这个演员 您是觉得还不错 是吗 应该是这样讲 这个第一眼 还是演员 很重要 这两种类型的女士 您还都挺欣赏 要欣赏 因为我身高1米75 我还是希望 女士身高在1米65左右 那我一定不适合 因为我矮 她1米65以上 年轻到多 1米64 还对什么有要求呢 我希望年龄 还是58 9到65 在这个年龄段 来 帮我推一下 1号女士的话筒 如果刚才 您也在我们现场 跟先生一起 做这个运绿操 您觉得先生 会把您留下来吗 有可能会的 为什么呢 我感觉 我协调性还可以 那您对先生 刚才的表现 您印象怎么样呢 表现不错 像一个职业老师 我听着您的声音 特别熟 我是马萍萍 就那位一生 都只爱芭蕾舞的 那位女士 是的 李宏老师 真常对这位女士 有印象吗 我倒经常看 选择节目 名字跟人对不上号 现在 您是一位体育老师 这退休以后 吹长号了 这是一位舞蹈老师 一生呢 大部分时间 都在从事舞蹈的 这个演出 现在在教学 是这样一位女士 您对这个职业 什么样的印象 非常喜欢 我因为本身 我也喜欢舞蹈 喜欢文体活动 从小喜欢文体活动 我希望对方 都有一个 很好的兴趣和爱好 这人精气神很足 铁业老师 来 帮我看二号 你家冰的话筒 你好 平红你好 您对先生印象怎么样 对先生 挺阳光的 先生刚才有一些 这个所有的要求 其实呢 他还提到了 要有共同的爱好 您有什么爱好和特长吗 我从小嘛 就是喜欢体育 然后现在吧 就是为了锻炼身体吧 一直就是在喜欢打篮球 您现在还在打篮球啊 是 您体育老师 应该也挺山上打篮球的吧 我上学期 每周还承担 八节的体育教学任务 这一期不教了 那听起来就二号 你是也和您有共同爱好 人家到现在还打篮球呢 我觉得大家一生 应该把体育融入到生活中去 大家看幼儿园有体育 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 都有体育 所以说大家应该 集中参加一到两项 大家每个人喜欢的体育运动 作为健身方式 您的婚姻状况是离异 离异了多久了 03年1月份离得一 到现在12年了 我要说一下状况呢 就因为性格不太合得来 或者叫文化的差异吧 是方便便便 这十几年的时间 都一直是一个人呀 退下来以后 还要搞教学 跟澳大利亚有一个文化交流 就在那个音乐厅里头 参加乐团的排练 这个排练这个很多吗 我参加两个乐团 那其他时间做些什么 其他时间编一些动作 我主要在这个 想在社会上推广一些的 这个健身的动作 如果大家希望我 到你们社区去教一些动作 我非常愿意 是无偿的 不收费的 这个真不错 跟咱们选择节目栏一样 不收费 我把这个一些动作推广下去 就达到全民健身的目的 这场上的女士听得好认真啊 那个我是她的亲友团 您是她亲友团啊 您好啊大姐 您是她的 我这个亲友团 身份非常特出 谢谢大家 我来自分之最爱的 是她的 你好吗 我现在开始 我先说 我们来自我 我先在所有的 我们来自我 我先发现 提案 还会 我们来自我 magazines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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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太清楚啊 傅老师就说 如果你是今天是来 进入这个平台来相亲来的 我就觉得你请的这个 这个亲友团就会有问题 他不是正想加分 他反而会给你的 这个相亲造成一定的障碍 我不介意 因为他们之间只是友情 没发展到爱情 如果发展到爱情 我觉得他们也不会到 这个平台来重新选择 除非了解性 原来同志性 你说这个都不认识 不怎么现实 可能对女嘉宾有影响 一定有影响 这深感遗憾了 接下来要上场的一号女士 虽然她说 有一点点小吃醋啊 但有时候如果真的碰到了 喜欢的人过去 终究是过去 对不对 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 一号女嘉宾 掌声有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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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见面了 一号女嘉宾 马萍萍 59岁 北京人 李懿 职业舞蹈老师 选择语录 芭蕾舞是我的全部 在上次节目中 她优美的舞蹈 慢尿的身姿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24岁的时候 有一次那个 路过一个工地 被一个高空坠屋的 一个金属的东西 砸在腰部 最后是中卫结瘫 因为我女士学舞蹈嘛 所以我知道 学舞蹈的人 其实蛮可怜的 在上次节目播出后 有很多男士 拨打栏目组热信电话 表示对马女士的 青睐之情 今天现场的一号男嘉宾 是否就是其中一位呢 先生对马女士 有印象吗 看过 本人比现场 比录像要漂亮多了 你要跳多了 还有更漂亮 我对马女士的印象最深的 当然她芭蕾舞跳得很好 情绪非常好 但特别的有礼貌 只要大家听说什么 稍加赞美她的立刻 相当的厉害 而且她个人品德意识相当的强 这种年龄保持这种体型 我非常钦佩 我退休了七年 体重长了将近15公斤 30斤啊 原来也搞教育部教学 现在不行了 您还搞教育部教学呢 对 我在长期 在90年代初 略有点小名气 哇 那咱马老师就是芭蕾舞教学 芭蕾舞 应该教育部应该也没问题 您什么意思啊 我想跟老师跳一段 应该没问题 那您得邀请 我可不让人捧不容易 来一点华尔斯吧 老师行吗 我试试好吗 来 咱们给点音乐啊 他这个一举手一头肚 这个架势就是跳国标的样式 你看柔韧性多好 太好了 咱们这么多期选择 也就是这个舞他跳的这么好了 哎呀 这师老师在旁边一桌 跳得真好 跳得真好 徐老师你也跳一个 女士比较专业 咱们让女士评判一下 到底经常吹牛说 跳得更好的徐老师 跳得好 还是这位真是跳得好 哎呀 你看 这手一搭 还那个 还这样 有个范儿搭上来 跟他跳舞肯定是一种享受 他特别那个就是轻 原因是搞专业舞蹈的比较 这个女士啊 咱现在就客观的说 两位先生谁跳得好 其实都不错 不用客气 你师老师承受能力特别强 技术上可能这位先生啊相对更规范一些 但是师老师呢他对音乐的理解力更透彻一些 嗯 其实我是觉得傅老师不管对音乐还是跳就对我 我是业与人家专业 师老师他这两步都喘了吧 我给你说啊那个马女士 你知道那先生老远站着那表情一会儿皱眉 一会儿微笑 表情特别丰富 您看着这个女士和师老师跳舞的时候 您都想什么呢呀 因为他这个音乐或者舞蹈来源于生活 嗯 但是表现的时候要高于生活 什么叫翩翩起舞 在刚才那一刻充分的体验了 嗯 非常欣赏 一号男嘉宾的意思还是有点看上他了啊 我的感觉他俩不行 从心里头挺佩服这马老师的 嗯 他那当时的那个舞蹈生涯的那个那个那个状况 我现在想起来 他当时恢复到这种情况 啊是 真是什么叫坚强 嗯 在马老师身上体验出来了 嗯 真是很不容易 这马女士的坚强 和他优美的舞姿和身子大动您了吗 是的 是的 您现在身高是 我身高一米六四 不错 不错 什么都不错 我们俩现在就是不太般配 就是我胖了 就是你肚子大 对 胖了 我现在体重已经85公斤了 这年轻排练坐着吹号 体重一下起来 嗯 马女士会介意这个 则有说对方的这个身材吗 包括这个胖瘦 也许会一点点 会一点点 是 那人家马女士如果说你要想跟我交往就得捡捡肚子 不是为了光好看 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 对 能减吗 能减 但是非常难 对 他在我 我也做过尝试 哎呦 这是你以前瘦的时候呀 对 迎接新世界元旦联合会 他现在说你减肥就不可能像年轻人似的 那样说这个什么节食啊 是吧 或者说大运动量的这个锻炼 不可能 这肥有必要吗 您知道长五公斤很容易 嗯 掉些一公斤也非常难 马女士您有什么建议吗 如果要减肥的话 减肥我想 嗯 做的时候少一些 走的时候多一些 嗯 以后吹长号边吹边走 嗯 哦 不是不可以 其实有相风的这个爱好哈 音乐艺术舞蹈都相通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 同场的一个环节啊 我不知道二位愿不愿继续下一个环节 情景模拟 先生愿意吗 我我我愿意 我我看 哦可以的 没有问题 请看大屏幕 女士在跳舞的时候不小心把脚扭伤了 需要男士照顾 可是当天男士要带学生去外地考试 这时男士应该怎么办呢 哎呦 哎呦 不动不动 哎呦 行吗 我试一下 嗯 我试一下 要不打一二零 对不敢 有不敢忧略 你说这事闹的 我我还要 还带学生参加比赛去 哎呦 傅老师 怎么了这是 傅长刚刚才把脚给摆了 对对对对 先把你撑起来 慢点慢点慢点 您坐着 对不起 对不起 您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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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慢点慢点 哎 哎 哎 傅老师 有急事找您 啊 咱那个比赛要去外地 学校 马上就下就走 哎呦 可是嫂子的情况 哎呦 您看看 好多那个场上模拟的都没有像他那么真 哎呦 我要实在请不了价 哎呦 咱们现在阴无之一 我抱着嫂子去赶紧上医院 来 你先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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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设计的不对啊 今天呀 你们知道自己设计的这事吧 那个能抱吗 不能 不能 对不应该阻止啊 那是不要阻止 嫂子抱着医院 他老师 你知道我不习惯呀 你知道我不习惯呀 那那怎么办 您说嫂子 那也不能 那也不能走 那也不能走 一定不能走 那您看明天可不可以 不想我们这特别着急 就是下午火车到了电话 就走了 那 这我只能顾小家了 谢谢两位 哎呦 这次演绎的真不错啊 这先生这急的 我得抱你去医院 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有两个感觉 一个呢 我是觉得 马老师他那个表演力很强 我是跟他的舞蹈的表演力一样 就刚才我在跟他孙老公同的时候 我跟他跳舞的时候 为什么我会停下来 我以前带学生跳舞会很随意 但是他跳舞 他的动作要到位 我们要不到位 你跟不上他烫 附老师呢 我是觉得就是 入戏很快 因为你们演的是两口子 但是呢 就是这个有点急 马老师之前有句话说 你还不了解我 就是还有点急 就是你完全 我们前提是 不激 不激 对对对 就是你入戏很快 但是是扮演的两口子 我的感觉是 如果比如说 应变一下就更好 咱们二位男女嘉宾 我觉得做这个情景模拟 真的是水平非常好 然后您因为 您二位可能都从事文艺活动 有这方面的经验 也是不缺场 我觉得在过程中 我能感受到 咱傅老师 对马女士 非常这个有热情的 然后但是我个人觉得 可能这个 咱们马老师 对傅老师还缺了解 马女士 你感觉到先生 对您的热情了吗 有感觉 那这种感觉 会让您觉得温暖吗 我可能是慢热情的 我这么多年不接触异性 先生 那女士是这样慢热情的 您准备怎么办 我会把速度放慢的 表述自己心里 最真实的一面了 我觉得这个先生 还是比较实在的 我先问一下两位 马女士 稀不希望和先生 共同来完成 下一个环节的内容 我可以配合 可以配合 但您老师可以配合 是什么意思呢 就我们不需要您配合节目 我们希望呈现的是 您真心的想法 您真实的感受 您愿意和先生继续交流 咱们就交流 不愿意交流 就不交流 我得想尊重大家 尊重在座的各位 婚姻我觉得尊重 是另外一个呈现的一个 婚姻首先要尊重的 是尊重自己内在的感觉 对 那好的 谢谢您 那我就不配合了 对不起 谢谢 那您 今天就回我们另外一观察室里 休一休息 江江温 祝您找到 好的 谢谢 友好的伴侣 还是属于一种欣赏的角度去考虑 这不能一厢情愿 这个马女士她已经在场上表示 体型有点差异 她非常瘦 我已经非常胖了 这个从体型上有点差异 我自己后来也感觉到 还是不太合适 我怎么总觉得这个 傅老师和您是有匹配的地方啊 没有找到感觉吗 是 那您欣赏的是什么样类型的先生 我欣赏的先生就是 相对语言要少一些 叫弦也落地无声 或者是弦也落地轻声 就是话不要太多 是 那您是觉得一号先生 偏外向了一点是吗 是 我刚才在第二观察室里看到了 因为他的职业必须要这样 就是静不下来 他把自己每天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 也许是为了充斥那些孤独的时间 但是如果我可能就不会做到 因为我还是尽管我的职业是舞蹈 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 水清于独月 山静鸟对松 我就属于这样的 我就是一种无形的情怀 那如果都很静的话 两个人在一起做些什么呢 比如两个人共同读书 共同讨论一个问题就足够了 就是两个人安安静地享受 二人是这个感觉 是的 对于择偶 马女士表示 相对喜欢比较安静的男士 不知道今天坐在观众席里 为她而来的两位男士 是否符合她的择偶要求呢 马女士在节目播出之后 也有先生打来电话 想和您认识想了解您 今天有两位来到的现场 是哪两位 你好先生 第一次来选择是吗 对 您打电话给选择是为了马女士吗 对 您欣赏她的什么 我欣赏她的坚强执着 在困难下 重新执着的去追求她自己的事业 但是她的择偶的要求 其实挺高的 对 您觉得自己达得到吗 达不到 达不到 想跟她交个朋友 你的年龄是 68 马女士 这个年龄段能接受吗 我65岁吧 以下 这个女士 对这个年龄要求是非常分明的是吗 是 所以等于也是拒绝先生了 就是不太适合我 没有拒绝 就是不太适合我 因为您很优秀 能够找到适合您的 旁边这位先生也是冲着马女士来的 嗯 我好像见过您之前是吗 来过 您今天这个是为了马女士而来的 是 看了她的节目以后 我很感动 您喜欢她的什么呢 她的意志 以及她的能力 嗯 她的思维方式 我们 我们俩还有相像的地方 因为我 我原来干过七年厂长 七年厂长 嗯 管过六百多年的工厂 年龄 年龄 我今年六十三岁 六十三岁 嗯 您刚才说是六十五岁以下是吧 是 嗯 做事业的人 像个企业家 但是 不太适合我 谢谢您 帮我 也不太适合 没关系 她内心里装的都是这些 就她这个艺术的这一块 嗯 其他的不干扰她 帮我推荐二号先生话筒 您好 那您对我们女士的印象呢 太完美了 是您能够喜欢或者是心仪的那种类型吗 还行嘛 咱得自信嘛 您有闪光点对吗 啊 有 还提醒一下二号男嘉宾 您好 先生 二号男嘉宾 为成帝 五十九岁 北京人 丧偶 职业酒店管理 现在还在同志酒店管理 就是后勤这一块 那周末的时间会去做些什么呀 我们家住的近松那边 离那个天滩公园挺近的 嗯 周末上那儿 令京剧啊 跟那个大伙一块唱唱歌啊 您好像还有一个特长是吗 希望是一首一酸一小爱好 那您今天准备了什么表演 练一首毛主席的诗吧 苦蒜子永梅 好 来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啊 苦蒜子永梅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属于他是可靠的那种人吧 朗诵的也不错 带到山花浪漫时 他在从中下 我觉得您刚才朗诵的时候和我们刚刚交流的状态很不一样 就是朗诵起来看起来非常的自信 你是觉得朗诵怎么样 不错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个游戏环节 两位是否愿意进行 我想休息一会可以吗 你想休息一会 对不起 没关系 还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 今天的目前出现这几位他都没看上 我的感觉是 我是第一次见你 你整个在舞蹈 因为你从事的芭蕾舞我不是太懂 但是我会下意识觉得芭蕾舞 是一种艺术见赏性很高的 所以你可能你整个人身上 会被这个艺术熏陶成身上很有这种气质 就是非常好的一面 你的形体 包括你的表达 包括你的带人的礼仪都非常好 可能你的优秀也在此 从折偶的角度上来讲呢 我觉得可能问题可能也在此 就说如果人太过完美 和太苛求完美的话 可能就会让人有点接触的 就会有距离感 所以我特别想 如果你保持着这样一个 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特质 如果再随和一些 就温度再有一点温度 可能接触你起来就比较容易 可能这样的话 可能就也容易让男士靠近你 可能你选择机会也比较多 一个建议 老师的建议呢 您可以人的思考一下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特点 和生活方式 尊重您自己内心的声音 祝福您啊 谢谢秦桑女士 休息一下 谢谢您 谢谢您 来 这边休息一下 好 谢谢 你这个人 就是说你太阳春白雪 就是拒人于千里之外 就是一看就是高不可攀那种状态 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跟异性交流 因为我是不是刚刚来 刚刚有这个想法 还是朋友们和家人的多处 来到选择这个非常可信度 非常高的一个平台 也是刚刚开始 只是一种小小的一种想法 如果是接受异性的话 真的要一个过程 我总觉得您啊 这个有一点点就是眉头是紧锁的 觉得不是特别的开心 对 因为刚才一看您的资料 婚姻状况 我相信这个可能就是 一直压在您心头的一件悲伤的事情 他就属于来的太突然了 他原先身体特别好 结婚三十多年 除了生儿子 他去过医院 生儿子就没有去 有这是您和爱人的照片 嗯 真好 看才特别的相爱 特别的浪漫 您都不太敢看这张照片是吗 您平常会有时候翻翻相册 怀念一下吗 已经挂在心里 可是您都不敢看一样 他那个就跟如同那镜头 我停留在最美的那个那瞬间 是突然间的最美就没有了 他肯定是记忆记忆心的 是突发的这个疾病 还是说病了一段时间了 从诊断到走就一个月 一个月 什么病啊 医生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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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快啊 一个月啊 一开始感觉就是胃有点不舒服 因为他个人体质 身体素质太好了 嗯 完了就上医院看看嘛 说做做检查吧 完了得等结果呢 结果一做家乡CT 就出来了 人家说你就是回家待着 超超过一百天肯定有少 他还是没在他那个 还在隐隐上 所以他比较线 抱歉 二号女士的话筒 平红您好 二号女士您好 您好 我们不说悲伤的事了哈 好的 二号先生 是不是给您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呀 二号男嘉宾挺帅气的 嗯 帅气 朗诵诗也朗诵得很好 您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性格的先生呢 啊 比较内向 重感情 嗯 先生您自我评价是个内向的人吗 嗯 应该是 那您偏内向的性格 希望找一个是内向一点 和您相似的 还是互补的外向一点的 尽量是活泼一点还好 嗯 两个人脾气多少有点差异 这样的好 对生活上能带来一些欢乐 不会那么压抑 那您看我们过往节目当中 有没有看到哪位女士 这个类型我挺欣赏的 有啊 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士 时间也有一段了 可能可以忘了 那您当时给我们这边脑海说 呀 这位女士我很欣赏 从外景到性格到条件 都觉得不错 这叫 王 这具体 因为那当时 那时候我接了一电话 嗯 是 二月十二号那期 几个幕后 是吧 您说这王女士 其实今天来到现场了 是吗 您看看 这光线可能太强了 您走近看一看 走了 您离近看一看 光太强没关系 来来来 我带您过来 不好意思 看一下 主要就在这边 应该是这位女士 好像是 哪位 您您帮我们请 请一下 你好 你好 您是王女士吗 对 是姓王 是姓王 是这位女士吗 好像是 您眼神挺准的呀 王女士这样啊 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您的情况好吗 嗯 我叫王美英 今年57岁 嗯 我是丧偶 我爱人是 去世两年多吧 其实在于 我觉得两个人 同样的感受 大可不必在一起 切磋这些 越来会伤痛 倒不如找一个 不是自己 同样感受的 那女士哪一点 给您留下来 很深的印象啊 主要是 她那双眼睛 双眼睛 您看说什么了 嗯 挺贤惠的 那您对美先生印象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有点内向吧 其他条件您觉得 有让您觉得 不错的地方吗 那先生挺好的 各方面都挺好的 嗯 就是有点闷了 今天可能 发地有点 没放开吧 咱得放开点啊 有不沉重的时候 有不闷的时候吗 有 有 平常有这个 跟人这个说说笑笑的时候吗 那肯定有啊 那接下来我让您做选择了啊 呃 如果按正常顺序 要上场的是二号李嘉宾 但是呢 厂下这位王女士是您之前很欣赏的 那么我要进行的环节是同场游戏 您是选择和厂下这位女士 还是选择即将上场的二号女士 其实我最爱去的也是爱去看那个人家打篮球 哦 别人在打篮球我才慢慢看能看两个小时 酷爱篮球的二号女嘉宾一直从事社区服务工作 我再劝也不听 然后索性她就拿起菜刀来要跟人玩命 所以我毫不顾忌地冲上去抱着腰 然后一只手攥她的那只拿着刀的那个手 手腕子 二号女嘉宾热心善良的性格赢得全场男嘉宾们的强烈好感 一切精彩尽在明晚的选择 我希望今后加深彼此的了解 想想你能接到这个 这个太大了 我这一个人吃不了啊 你要大一点 我大一点 就那一个吧 这一只甜的观众朋友们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选择 是的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